女心理师开播 杨子饰演的女心理师贺顿让人瞩目 但是如果看过原著 就可知道贺顿一步一步走来的磨难与不易 如果不是内心的坚韧与不屈 早被命运打趴下了 贺顿原名叫柴匠香 自小与妈妈相依为命 曾经有个姐姐得病死了 为了母女俩的生计 柴匠香的妈妈靠出卖肉体来换取生活所需 柴匠香从小就被村民嫌恶和冷落 后来她妈妈找了个杀猪的长期饭票 娘俩的生计才有所保障 12岁那年 柴匠香的母亲去外地看望亲戚 柴匠香遭到丧心病狂的继父强奸 身心遭到重创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 柴匠香将这段惨痛 肮脏的记忆藏在内心的最深处 不敢轻易触碰 唯有遗忘 才能让自己有尊严地活着 这也是她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的重要因素 救赎他人 也是救赎自己 柴匠香从来没有将自己被继父性侵的事情告诉她母亲 她觉得她的灾难来源于父母的离异 内心的自卑和和仇恨造成她对于婚姻和感情无感 柴匠香的母亲在一场传染病中离世后 初中毕业的柴匠香也离开了乡下 柴匠香走入城市的时候 孤苦伶仃 身上只有几十块钱 在农村这可以活上几个月 在城市只能活几天 几天后 钱就用光了 柴匠香激进绝望之时 遇见了正好大姨妈来了的汤晓曦 俩人就这样相识了 在汤晓曦介绍下 柴匠香进了林中关怀敬老院 这是她进城后的第一份工作 最重要的是有了睡觉的地方 不用在城市里流离失所了 柴匠香在林中养老院做护工 洗刷衣服被子 打扫卫生 照顾老人等等 工作兢兢业业 在国外定居的黄阿姨回国 要给寡母贺奶奶安顿养老 林中养老院床位已满 她看柴匠香干活认真 就聘请她为寡母贺奶奶的护工 贺奶奶原先是个教师 柴匠香做护工期间 贺奶奶教她咖啡 烹饪 逼着她看书 天文 地理 历史 哲学 社会学 心理学无所不包 不仅如此 还要求她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她不好好学习 就扣发工钱 贺奶奶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 打造着柴匠香 让她发生着脱胎换骨的改变 期间 柴匠香请贺奶奶给她改了个名字 姓跟贺奶奶 名为顿 姓名为贺顿 从此 柴匠香就叫了贺顿 柴匠香的改名 是对过往记忆的一种抛弃 让悲惨的往事沉于水底 让自己可以坚韧面对生活 贺奶奶在某个晚上 安详和心满意足地离去 贺顿帮忙处理完了贺奶奶的后事 黄阿姨多给了一个月的工资 又把很多书送给贺顿 就算两清了 贺奶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贺顿进城后的导师 母亲 她把教书育人的责任 花在了贺顿身上 对贺顿来说 这是一次新生 贺顿从黄阿姨家出来后 面临无家可归的处境 又回到了临终养老院 护理一个老太太 不过 没几天 贺顿就从临终养老院出来了 贺奶奶给她的熏陶 让她再不能在临终养老院虚度光阴 贺顿从临终养老院出来后 找了个推销化妆品美白膏的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利用一切时间看书学习 买不起书就从旧货收购站里 买便宜的旧书杂志 卖了一段时间有毒的美白膏后 贺顿无意中进了家 孟非孟心理诊所 深感心理师收入不错 觉得这是个新兴的职业 学做心理师是个不错的选择 贺顿对于探究自己和他人的秘密 有着惊人的喜好 源自于那些始终有段悲惨的记忆 为了做心理师 贺顿将自己连同美白膏一并给卖了 凑得了上心理学培训班的费用 培训班期间 租住在百万福家里 通常下了班回到租住的房子 做了简单的吃食 贺顿就把自己埋在屋里看书 贺顿在补习班期间 连交房租都成了问题的时候 因为有着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声音 被正在寻觅电台嘉宾的前开议发现 把他招入电台做播音嘉宾 一起做节目 合作很顺利 也很成功 贺顿一边在电台做播音嘉宾 一边就在补习班上心理培训课 节目结束 前开议就向贺顿求婚 贺顿觉得这是怜悯的爱 是施舍的爱 这种爱是不平等的 自然就被他给拒绝了 贺顿在心理培训班 以考核第一名的成绩 拿到了心理师的证书 满心想着要开一家心理诊所 为了满足开诊所 所需要的十万元开办资金 和有房产证的房子 贺顿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钱开议 向他借了十万块钱 又将自己嫁给了房东儿子百万福 用结婚证换了有房产证的房子 作为经营场地 为了支撑起这个心理诊所 贺顿找了补习班的同学沙音 和临终养老院的同事汤晓曦来帮忙 为了减省费用 贺顿找装修公司 发小广告 能省则省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 贺顿的佛德心理诊所 就这样正式开办起来 诊所营业后 贺顿和钱开议的情人关系 被丈夫百万福发现 贺顿的事业和家庭都陷入某种危机 自己的心理也需要诊断 这时心理学教授金明聪 成了他的导师 为他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师旅途 贺顿向金明聪请教 心理诊所出现的病人如何诊断 也请金明聪诊断自己的心理隐患 在金明聪非常规的心理治愈下 童年的悲惨遭遇 生父的离弃 生母的沦落 继父的灵乳再次重现 遭受的创伤慢慢愈合 涅槃重生 贺顿开始进入自由时代 贺顿经过此次的心路历程 摆脱以往记忆对他的伤害 让他正是自己 正是工作 正是感情 叫做柴酱香的乡下小妞 没有变风 没有自暴自弃 没有干脆变成街头卖身的发狼妹和喜头女 而是从污泥浊水中挣扎而出 自强不惜学习知识 每天都在努力充实自己 让自己可以成为主宰命运的主人 贺顿懂得了丈夫百万福的感情 结束了与前开议的情人关系 佛德心理诊所暂时歇业 报名参加了高级心理学研修班课程